哈囉大家好 我是迪花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21話情報23 告密的並不是紅髮 而是第二個紅髮 或2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昨天晚上已經有情報1了 這裡多增新的兩個情報資訊 前面說了魯夫擊碎了土星 但事實上是魯夫鼓勵玻尼攻擊土星 玻尼再次變身成為太陽神尼卡 魯夫和玻尼進行了組合攻擊 將土星打得粉碎 看來碎掉暗示 還有女孩打男孩的暗示 就是在指這個劇情 玻尼打碎土星算是一個很好的劇情 畢竟之前強調打贏土星的人 只是魯夫的話並不是很好的劇情 玻尼應該也要參與才對 至於情報1說的長得像紅髮的新角色 出現了一個持刀的輪廓 是剪影看不清楚臉 情報是說可能有燒傷的傷疤 還猜測或許是紅髮雙胞胎 情報就到這裡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人可能是誰 首先其實雙紅髮這件事情在很久以前就有了 像是傷疤十有十無 這在漫畫中就有出現過幾次 或者是偉田的神秘訪問 偉田曾經被問了是否有兩個紅髮 原本感覺只是一個玩笑 但偉田的回答卻是消音處理 如果偉田只是說沒有 那感覺不會是消音處理 所以兩個紅髮理論再次被推上了檯面 而紅髮之前曾經在聖地瑪莉喬雅告密給無老星 所以他被貼上了告密鬼的標籤 但如果這人並不是紅髮呢 這個來聖地的紅髮就是少數沒有傷疤的紅髮 有沒有機會這個告密者就是現在出賞這個人物呢 這是可以想像的 當然也有可能是燒傷人來著的 且他是費加蘭德家族的人物 但他是哪個團隊的就不知道了 因為這裡並沒有提到神之騎士團 如果是神之騎士團的話 那之前陰影中的人物可能就不是佳麟聖了 但他並沒有提到 所以應該不會改變情況 所以有可能他自成一派 而目前公布可能自成一派的人物就是燒傷男的 最後說說他如果是紅髮家人 那有可能是誰 有很多種可能 像是爸爸、兒子、兄弟、克隆人都有可能的 我們下個完整情報見 掰掰